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学完了关键字 也学完了 所有咱PP面向对象中的模式方法 对吧 咱说了 学面向对象最主要学的 是不是学三大特性 咱们前面也介绍完了 特性中的封装特性 继承特性 那是不是得开始多态特性了呢 对吧 在学多态之前 咱们还得等一等 先要学抽象方法 抽象类 还有接口的概念 然后咱们就自然的就理解多态了 好吧 所以这节课上的咱们内容先看一下 抽象类和抽象方法 当然你说抽象方法和抽象类也是一样的 对吧 首先咱们来理解抽象两个词 妹子 抽象怎么去理解 抽象就是不好理解的意思 妹子说了抽象就是不好理解的意思 抽象按我的理解就是比较抽象 对吧 什么东西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华尔不实的一个形的东西 它不代表具体的东西 对什么 一个类似于描述性的一种东西 对吧 比如说那朋友可以抽象一下妹子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想象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想做话 那你把一个山的一个水 抽象一下 抽象出了一个形状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形的东西 但是不是一个实的东西 这就是抽象的东西 对吧 那抽象类也好 抽象方法也好 指的都是抽象 对不对 那不是实际的类 也不是实际的方法 就可以这么理解 听懂 那咱们要想理解抽象方法和抽象类 之前咱们就得怎么的 先了解这个抽象 对吧 那想了解这个 咱抽象了解完了 要想了解抽象类之前 咱们还得先了解抽象方法 对吧 那咱在讲任何技术的时候 前面咱们是不都说过 先说这个东西的作用是干嘛的 用在哪 然后咱们再选这技术 然后就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对吧 而抽象类和抽象方法 咱在没看到什么是抽象的东西的时候 咱们不好说它作用 所以咱把抽象类和抽象方法 先放一放 先学习神怎么声明抽象方法 怎么声明抽象类 然后咱们得说抽象类和抽象方法的作用 好吧 好 比如说 我们打开一个笔记 来 开启一些故事 首先 抽象方法作用 然后 抽象类的作用 是不是这两个作用 咱们先放一放 先不讲它 对不对 咱们先说出来 什么是抽象方法 什么是抽象类 第一个概念 什么是抽象方法 还有一个 第二个 什么是抽象类 把这两个概念弄清楚 然后咱们知道什么是抽象方法 什么是抽象类的 咱们再说的作用 就更好理解一些 好吧 那这几个最主要目的 咱就先弄明白 什么是抽象方法 那抽象方法是怎么定义的呢 第一个 定义 什么是呢 那就看定义 一个方法 如果没有方法体 则这个方法就是抽象方法 看到了吗 如果一个方法没有方法体 这个方法就是抽象方法 那怎么定义这个呢 来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现在 class 声明一个什么 声明一个人 prose 声明一个人类 对吧 这人类里边有个方法 叫做说话的方法 我这样写 在大块里边什么都没写 是不是叫做没有方法体啊 是不是 没写方法体吗 不对 它是有方法体 方法体的内容为空 听懂吧 所以我这句话概念 一个方法 如果没有方法体 则这个方法抽象方法 这是不对的 这种声明是不对的 这种声明叫做有方法体 只不过方法体内容为空 不是没有方法体 听懂吗 什么叫做没有方法体 对 这块记住了 什么叫没有方法体 然后直接使用 然后直接使用什么使用分号结束的方法 才是没有方法体的方法 才是抽象方法 没有理解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话方法 直接没有大块 加个方法结束 这样的声明的方法 它是没有方法体的 那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才是抽象方法 就什么 所以呢 这里边第一点就是什么 声明抽象方法 声明一个方法 不使用大括号 而直接什么 分号 结束 这能理解了 对吧 是不是就没有方法体了 那这是现在声明的 就是抽象方法了吗 这样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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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我写一个方法 Faction 运行 这样写 运行一下 看语法是错不错的 好 这个文件 test.peerp 那没得说运行一下 看看代码对不对 你怀疑语法上会错误 对不对 test.peerp 你看一下 怎么 现在这么写还不对 对吧 所以说我这还要说的第二个条件 还没写呢 对吧 现在还不完全就抽象方法 如果是抽象方法 怎么呢 必须使用什么 抽象的词 a b s t r a c t 这词是抽象的意思 抽象 关键字 来修饰 看到了吗 来修饰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块对方法前边 我直接这么写不对 对不对 那第二点 a b s 什么 t r a c t 对 是不是用这修饰变成这样的 那现在就可以了吗 抽象方法的确可以了 但是语法还会有错误 还有错误 对 是不是错误变了 是不还有错误 那为什么还有错误呢 就因为什么 我们这块只是声明完抽象方法了 还有什么是抽象类呢 对吧 那什么抽象类呢 看好了 什么抽象类 第一个 如果一个类中 一个类中声明了什么 如果一个类中 有一个方法是抽象的方法 则这个类就是抽象 抽象类 看好了 一个类中如果有一个方法 是抽象方法 则这个类就是抽象类 听什么 现在我在这个类中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你看 现在这块 这块 这是抽象方法 对不对 抽象方法 现在类中是不是有一个抽象方法了 只要有一个抽象方法 这个类是不是就抽象类 对吧 那抽象类怎么声明呢 第二点 对 如果声明一个抽象类 则这个类 必须要使用谁呀 A B S T R A C T 抽象的这个关键字 来修饰 是不是意思 所以说我们在这块 来一个A B S T R A C T A B S T R A C T 对吧 那修饰完了之后 你看 现在是不是就符合上路我写的要求了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就不会出错了 看到了吗 就不会出错了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看到了吗 抽象方法怎么声明知道了吧 知道 不写大块之中分号结束 前面加给修饰 对不对 那抽象类也得使用这个修饰 对不对 然后咱们在这边说要注意的几点 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什么 抽象类中一定得有抽象方法吗 我删掉 我一个方法都没有 对不对 看下可不可以通过呢 可以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说我这句话说 如果一抽象类中有一个方法抽象的话 这个类就是抽象类 因为你有抽象方法 这个类必须得修饰 对不对 但是抽象类里边不一定非得有方法 没有这意思吧 所以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只要 使用什么 ABSTRACT 修饰的类 就是抽象类 就知道吧 这种问题吧 然后第二点什么 第二个 抽象类中 抽象类 抽象类是一种特殊的类 抽象类是一种特殊的类 那咱就看特殊在哪 听着吗 特殊在哪里 特殊在哪里呢 特殊在哪里啊 特殊在什么呢 在抽象类中可以有抽象方法 而按照咱前面说的对吧 不是抽象的类里边是不能有抽象方法的 对不对 因为咱刚才预行了一下 刚才放了抽象方法 这个类我不修成抽象的是不是预行不会去 对不对 所以它比正常类就特殊在这一点 清楚了吧 特殊在哪 就是抽象类中可以有什么 抽象方法 其他的跟正常类都一样 唯一这一点不同 听什么 大家看啊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 除了 其实还有一点 是咱们下几个介绍的 除了 在抽象类中可以有抽象方法以外 和正常的类完全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声明的是抽象类 对不对 抽象类里边我可不易声明 抽象属象 名字 可不易声明 方法 就是你那个 属象啊 对 你看啊 刚才我是不是这样声明抽象呢 可不易声明抽象方法 特殊性就特殊在这块 特殊的方法 抽象方法的存在 那里边可不易声明正常的方法啊 可以 带大话就是有方法 对不对 那你可以不放心 再输出一句话 是不行啊 对吧 那抽象类种可不有多抽象方法呢 比如说ABS TR ACT 对吧 EAT 可不易 可不易有多个普通方法呢 比如说说话吃饭走路 SREP 什么 睡觉 你看一下 和正常类有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 和正常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区别在哪 记住了 声明抽象类用这个词修饰就行了 对吧 然后声明抽象方法用这个后边之间方法结束 就是这一点运法上 对吧 现在大家肯定迷惑 这有啥用啊 对吧 有啥用 咱们下节课 咱继续分析 对不对 现在这节课你需要注意的就是 什么是抽象方法 什么是抽象类 会声明 就够了 OK 下节课咱们继续研讨 那抽象方法而成类的作用呢 咱还没说呢 好 谢谢大家 那咱们这节课就接到这里 好吧 好 再见 拜拜 by bwd6